甚至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听说过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在美国好莱坞甚至自作过这样的一个电影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明星表演 我们知道这个洪水是在挪亚的时期发生 我们知道在2014年上演的这个挪亚方舟电影并不是完全根据圣经 这个电影的指导告诉我们说这个电影是跟圣经不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圣经里面真正的故事 跟这个洪莱坞的电影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六章 这是圣经记载挪亚方舟的故事 我要报传世纪六章五节 第五节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 第六节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七节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空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剪除灭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第十一节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十二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我们来看今天事上所发生的新闻有点像这个 现今这个世界也是充满了暴力的 我想你应该也会打开今天的现今的报纸去看新闻去看现今这个败坏的世界 这个世界你也可以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在沙加地区你也会看到哈马斯跟以色列的争战 中国想要尝试地入侵台湾去收复台湾 每一个词在这个世界听起来就感觉像充满战争 在各个当地都会有一些谋杀的事情发生 有人只是站在地铁旁边等地铁可是就会被无缘无故推到地铁下面 你觉得高中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就读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高中男生被另外三个高中生打死 你有听过一个高中女生被头被放进水泥里面好多次 然后产生的就是老死亡变成植物人 我的女儿在纽约市读书 然后她看到街上有一些没有工作的人在街上无缘无故去打人 在正在附近这个喜多坡地区也会发现一些房子被入侵 有一些绑架的抢劫的事件 或者在从你家门口把亚马逊的包裹偷走 这个世界是败坏的 充满的暴力 充满的软弱 充满的罪恶 大麻也被合法化 几年前大麻还是违法的 可是后来他们开始说这个大麻一开始应该是对你有好处的 最后他们法律通过说可以有这个政策出来说大麻可以合法化的销售 现在两个月前 美国的心理众说 麻烦不是不良好 它会发现40%增加疾疾 25%增加疾疾 它不重要是你喝酒 吃 喝 喝 什么都会发生 最后研究表明说大麻并不是对你有好处 它会增加5%的心脏病的风险 还有40%的重疯的风险 我们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一开始在烟草出来的时候 他也会说烟草是对你有好处的 最后这个烟草是造成人有心脏病还有中风以及癌症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消极 就像挪亚的时代 所以神说我要毁灭这个世界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义人 我们看《创世纪6章9节》 诺亚在那个时代是个义人 他与神同行 他是神眼中的义人 他不仅是神眼中的义人 他也与神同行 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 在神眼中是个义人 表示我们要相信神 并且要对神有信心 在旧约时代神被称为神 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神就是耶稣 所以要成为义人我们要相信耶稣 耶稣比这个世上所有的好处都好 我们看《创世纪15章》 圈世纪15章第六节 recruited it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第六节 亚伯兰信神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这也是为什么《罗亚》被称为义人 因为他相信神 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四章第三节,罗马书四章三节, 经常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现今有很多人拒绝神,他们拒绝相信独一真神,此外他们相信其他的东西, 他们相信科学,他们相信除了耶稣以外的其他东西,比如说佛教,印度教或者穆斯林教, 他们有些人甚至相信是宇宙大爆炸造成了这个世界, 或者是水珠碰撞引起这个世界,产生这个世界。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 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一个爆炸产生的这个世界可以如此的有秩序。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义人的话。 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不是义人。 我们看,罗亚甚至与神同行。 我们回到创世纪6章9节,这里讲,罗亚与神同行。 所以,不仅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与神同行。 意思就是我们要去遵守世界。 所以,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敬拜神。 实际也告诉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 实际也告诉我们,不可以望称神的名。 这也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守安息日,也是要以安息日守为圣日。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拒绝去遵守实际。 甚至尽管他们讲,我相信神,可是他们并没有守实际。 所以,这个世界常常有人会用神的名字说,我的天哪,这样子。 有多少教会是星期六来聚会呢?不是大部分教会都是周天来聚会的。 圣经实际告诉我们,神说不可以为自己制造偶像,可是有很多地方制造了耶稣的雕塑,还有玛利亚的雕塑。 这并不是与神同行的表现。 与神同行意思要是遵守神的诫命。 十诫第五诫,要孝敬你的父母。 可是现今的世界,有人竟然杀害自己的父母。 有的人甚至不跟自己父母讲话,我有个病人,我就问他说,你有孩子,他有孩子,可是他说,他跟孩子并没有很多交流。 神要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父母。 我们知道世界剩下的就是不要杀人,不要犯精灵,不要偷盗,不要说谎,不要贪恋别人的物。 那这个世界就是很多人,在很多人混淆了这个诫命,并没有尊心。 在现今这个世界,奸淫或者是谋杀都是很常见的。 根据报导,现今的离婚率大概是50%到70%。 神说不要偷盗,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在你的门口偷走你的快递包裹。 我看到有一些视频,有的人他用一个头套,套住自己的头,然后去偷盗。 我昨天才刚看到,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 所以这也是这个世界这么的败坏。 但是诺亚与神同行,今天我们也要与神同行。 如果我们想要像诺亚一样被得救,那我们就要与神同行,像诺亚一样守神的诫命。 神那诺亚做什么呢? 神那诺亚建造芳舟。 传世纪六章第四节,十四节,你要用割飞幕造一枝芳舟,分一件一件地造,里外抹上胸香。 十五节,芳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轴,宽五十轴,高三十轴。 十六节,芳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高一轴,芳舟的门要开在旁边,芳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十七节,看啊,我要使洪水泡浪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漏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十八节,我确要与你立约,你与你的妻与儿子和父都要进入方舟。 这也是神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 他告诉挪亚要如何建造方舟,准确的尺寸要多高多宽多大。 他也告诉挪亚这个芳舟的顶部要多高。 他告诉他只要做一个门。 他告诉挪亚,芳舟要建三层,上中下三层。 所以挪亚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我们看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 他不会说,我要建四百五十轴的高的方舟。 他也会说,我要用七十三轴的,不是三轴的。 他不会说,一个门不够,我要再造另外一个门做紧急出口。 非常简单,第二节这里讲说他造神所丰富的去行。 现今我们的教会也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建造。 我们的教会也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 我们不可以按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建造教会,因为是神的旨意。 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来建造方舟,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要如此建,我们就要顺着神的意思。 在这个世上,只有一艘方舟可以得救,并没有两支或三支。 现今也是只有一个真教会可以得救,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是有准确的长度、高度跟宽度。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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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在这节的后半节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这里提摩太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 保罗写这份书信给当时年轻的同工,叫做提摩太。 在这份书信的开头,也就是第一章,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要留意不要被异教所影响。 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 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 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 我往马蹄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影福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一章六节。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伏的话。 第七节。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说的,所认定的。 那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讲的是什么。 他们说,甚至说星期天来敬拜也是可以的。 他们也会说,没关系如果是放奸淫也没有关系,因为神也会原谅你的。 你也不一定要来到教会,不用担心。 你只要复活节或者圣诞节来到教会就可以了。 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所讲的是什么。 根据圣经我们知道,教会应该是永生神的注释,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所以是要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 有些教派甚至说,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受洗,你可以在浴缸。 圣经并没有这么说,圣经并没有说耶稣是在浴缸里面受洗的。 耶稣是在哪里受洗?是在活水当中。 圣经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也就是周六。 圣经告诉我们要祷告,求圣灵,所以有耶稣同在。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受圣灵,我们就可以讲方言。 有很多教派说,你受洗的时候你就受圣灵了。 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很多次,就是受圣灵的时候一定会有讲方言,讲灵言的事情发生。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在这里讲道,所有人他们受圣灵,他们就开始用舌头讲起别国的话。 这是第一次大门徒受圣灵时候的情景。 圣经里面讲说圣灵降下来,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 十章四十四节。 while Peter was still speaking these words, the Holy Spirit came on all who heard the message。 世词四节。彼得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世词六节。 for they heard them speaking in tongues and praising God。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神为大。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九章。 十九章第六节。 第六节。保罗安守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 在圣经至少有这三处地方都在不同地方讲道,圣灵降下来,他们开始讲方言。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有圣灵,大部分我们的信徒都可以祷告的时候讲方言。 那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建造的。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大水洗礼。 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神也告诉大门徒要互相洗脚。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 Now that I, your Lord and teacher, wash your feet, you also should wash one another's feet. 13章十四节。 13章十四节。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上节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们请读第八节。 第八节的后半节,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很多教派觉得很多教派觉得洗脚离已经过时了,我们不需要去做它。 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做。 因为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神的教会。 同样的,圣餐礼也是如此。 主耶稣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建立的圣餐。 我们看科林多前书第十章,科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 当时主耶稣是拿了一个饼,然后把它助导一下,把它掰开分给大家。 我们看第十七节。 十七节,我们虽多但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寿这一个饼。 那其他教派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有不同份的饼,然后他们就过来一个个给他们。 那是跟圣经不一样的,我们正常要建造一百轴,可是他们想要建三百轴,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 这不是真的按照神的旨意建造方舟。 如按自己的旨意去建造这样的方舟,并不是真的方舟,只有一艘真正可以得救的方舟。 我们很幸运是被神所拣选在这样的一个方舟当中。 所以我们要完全按照神的指导来建造神的方舟神的教会。 罗亚,罗亚很开心就是他得救了。 那他难道会因为仅仅因为他和他的家人得救而感到满足吗? 我们知道只有八个人得救。 所以我不相信罗亚并不会觉得说只有他的家人得救才会觉得这样就很好,就可以满足了。 罗亚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二章。 彼得后书第二章。 彼得后书二章五节。 第二章。 二章五节。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前的世代,却保护了传异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这里,神是如何描述挪亚,他是一个传异道的人。 所以罗亚当时一定是在传讲洪水靠来了,要传讲神的道,让别人快到半洲里面来。 但是他们并没有听。没有人听从罗亚。 那罗亚还是依然传异道。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传道。 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第八章。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附自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二十节。 凡我所丰富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参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罗亚当时在传异教,可是没有人听从他,最后只有他和他的家人都救。 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做神的供,依然传道。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要去传扬神的福音,可是没有人听。 然后我们就停止了吗? 我相信诺亚在建造方舟的时候,他应该是每一天都在传扬神的道。 我们看歌音多前书九章十六节。 Yet when I preach the gospel, I cannot boast, for I am compelled to preach. Woe to me if I do not preach the gospel! 九章十六节。 十六节。 国灵多前书九章十六节。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所以尽管别人不听,可是我们依然要传扬福音。 就像我有的时候教导我的孩子,我可能比较严厉一点。 我说,如果我不教导你,谁要教导你?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功。 所以当我的孩子成年,我就会告诉他,你已经成年了。 然后跟他讲,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责任了,希望神会继续看过你。 那同样的,今天也是我们传扬神的福音剩下的,就让神来带你。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像挪亚一样成为神眼中的义人。 但是大部分这个世界的人都选择不相信。 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很疯狂,我不相信你。 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传福音,别人会觉得你是个疯狂。 他说,神在哪里,我并没有看见神。 你说耶稣,耶稣在哪里呢? 我不相信洪水曾经毁灭过这个世界。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只有大概五千多年的历史。 可是科学告诉我们,这个地球有很多年历史,而且为什么恐龙没有在泛舟当中。 所以你们是不可靠的。 所以他们就继续回到他们的恶中。 他们就继续在他们的恶中生活。 他们想要追求这个世界财富,尽情享乐。 这也是在挪亚时代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 抱歉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 摩亚的日子仁样,仁子也要怎样。 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假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三十九节。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如此。 像现今这个世界,很多人不相信耶稣。 所以他们在瞒着这个世上吃喝玩乐,还有瞒着他们的婚姻。 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尽情享乐,追求财富。 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人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变得富有,然后变得享受很多热趣。 那最后这个洪水就会来到。 这里就想人子来到。 人子就是耶稣。 耶稣说祂会再次临到这个世界。 他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到末了没有人会从洪水中死掉,因为不会有洪水灭世的日子。 但主耶稣说祂在灵的时候,他会审判我们,审判我们在世上所过的日子,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 如果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就有进天国。 如果我们违背神的旨意,我们要去第一位。 当审判完成,那这个死并不是暂时的死,而是永远的死。 所以我们并不能忽视最后世界的末了,神会来到。 不管我们相不相信,我们要知道末日总会来到。 我们知道在世界的末了,耶稣就会再临。 但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末日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到。 你的末日跟我的末日或许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不同时候死掉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掉的。 昨天谁感受到地震呢? 我看到一些人感觉到。 所以没有人不怕地震,因为我昨天有点害怕,因为我感觉到房子在震动。 上一次我感受到地震是35年前,在台湾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记者在报导的时候,她开始哭泣。 那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第一次地震。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有点震动。 那会长了10秒钟? 很多人都会说,哇! 只因为那样的震动。 相比起来大概有1000倍这样的严重。 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比这个更可怕。 神曾经在以色列人面前显现,当时也是非常的可怕。 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 出埃及记十九章。 出埃及记十九章。 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 19节。 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神有声音答应他们。 十六节。 到了第三天早上,在山上有雷烘、闪电和蜜云,并且叫声盛大。 云中的百姓竟都发唱。 十八节。 Mount Sinai was covered with smoke because the Lord descended on it in fire. The smoke billowed up from it like smoke from a furnace. the whole mountain trembled violently. 十八节。 新奈山全山冒烟,因为神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摇一般,便山大大的震动。 19. And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grew louder and louder than Moses spoke, and the voice of God answered him. 十九节。 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 Earthquake, the whole mountain was shaking, fire, smoke, wind, storm, thunder, lightning, that's terrifying. 所以地震,或者山上冒烟,闪电,电闪雷鸣,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十六节讲到每一个在营中的人都发唱。 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摩西讲,我当时是因恐惧而战惊。 就是神来降临的时候是要审判世人。 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演示,就是如果我们神在灵的时候,神判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罪人,我们也会有这样子震惊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事战要敬畏神,要守神的诫命。 我们需要进入神的方舟。 所以当我们一旦进入方舟,我们一定要守在方舟当中不要离开。 这样我们就可以被得救了。 我们直到洪水结束,我们都不要离开方舟。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洪水离开之后,在洪水离开之前我们离开,我们会死掉。 我们看到有一些信徒曾经在这里,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他们。 可能他们信仰被世上的艰难所卡住了。 因为他们因为眼前的困难,他们看不到神。 那也有可能有些人是被这世界的恶所掳去了。 有些人是被这世上的忧虑所掳去的。 当你还是单身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感受神,为神做工。 之后你有自己的家庭,有小孩要照顾。 但你的小孩在周六有活动的时候,你都不可以到教会。 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在周天我有很多活动,有运动,有乐器,或者是音乐的练习,我就不可以来教会。 那有些人会被金钱所引用。 所以如果你在周六工作的话,你就会有一千块钱的收入,那你也会觉得很好。 所以他们离开教会,离开神,离开了这个得救的范收。 那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男友或者女友离开教会。 他们的对象不是来自教会。 最后他们的对象成为他们的配偶,这些配偶不相信教会。 他们可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神。 有可能他们是其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 这也是让我们的信徒离开的耶稣。 这也发生在所罗门王身上。 我们看列王纪上十一章。 列王纪上十一章第三节。 He had seven hundred wives of royal birth and three hundred concubines, and his wives led him astray. 三节。所罗门有非七百都是公主,还有贫三百。 这些非贫诱惑他的心。 verse 4. As Solomon grew old, his wives turned his heart after other gods, and his heart was not fully devoted to the Lord his God, as the heart of David his father had been. 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非评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 不效法他父大为成成实实地顺服神主他的神。 五节。 He followed Ashtoreth, the goddess of the Sidonians, and Moloch, the detestable god of the Ammonites. 五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旅神亚斯塔路和亚门人所憎恨的神米勒公。 第六节。所罗门行神一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为专心胜重神。 所以,有很多人能不能有很多理由可以离开方舟,然后在洪水中灭亡。 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对象,我们的配偶。 这也可能成为我们离开教会的原因。 最后就在洪水中灭亡,因为只有一艘可以得救的番舟。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从这个世人世界上分离出来。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 第六章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 又说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占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罗亚和他的家人要从当时那个世代的人群中分别出来。 当时那个世代的人可能会觉得挪亚一家是愚蠢的。 现今可能世人也会觉得我们是不一样。 但是挪亚和他的家人愿意去,他们愿意与这个世界,与那个世代不同。 因为当洪水来到的时候,他们被拯救在番舟中待了一年。 因为神曾经要求挪亚他把动物,捷径的不捷径的动物,各封层七队进入到番舟当中。 我的小孩之前有参加过农场的夏令营。 Jacob笑因为他当时并不喜欢农场里面的味道。 他所有的姐姐做了这些粘活。 你如果在门口,你就会闻到那样的味道。 如果我有一个冰人进到我的公司,进到我的医院,我就会进到我的办公室,我知道他是从农场来。 罗亚在番舟里面与这些动物相处了一年多。 他要去照顾这些动物,要去清洁所有的藏屋。 好多好多。 至少一年以上。 当时没有电。 当时也很黑,因为只有一个门,而且这个门是关上的。 那个门是离他们非常高的地方。 这个番舟并不是非常漂亮舒适的番舟,而是非常黑暗潮湿的地方。 今天我们的会谈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你去一些其他教派的会谈,你会发现他们的会谈非常的大,就像一个运动场一样。 所以他们看起来就非常专业。 他们的会谈有非常专业的那种音乐的教练或者是灯光。 我们在这个会谈顶上面,天花板上有一个小小的裂缝,我们会坏要修理它。 这个番舟闻起来,挪亚的番舟闻起来有点味道,但是它很安全。 但是这个番舟也是唯一可以拯救番舟。 很多人,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帮到喜乐坡教会来。 因为我们知道喜乐坡教会曾经帮忙很多教会的圣工。 有三百个人来教会,我们会给帮忙。 平时我们教会会聚会大概是七十到八十人。 所以除了这个,七十到八十人里面大概一半是年轻人一半是老人,所以大概有三十人左右可以做工。 没关系,挪亚和他的家人也在一年当中,请你这个番舟,所以不要担心。 所以因为这是神得救的番舟,我们接下来一年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等到后面的会堂结束,等到后面会堂结束之后我们有个大活动。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害怕,因为我们可以做这个工。 我们看最后一个经节,春世纪七章第一节。 七章一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家人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一人。 这个经节有不同的版本翻译,我的圣经版本NIV是讲说进入方舟。 NKJV还有圣经原文里面翻译的就是要进来,来进去番舟。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如果我是在我家,我要邀请人进我的家,我就说来进来我的家。 所以如果我在我家里邀请别人,我会跟别人讲说来进来我的家,不会说进去我家。 所以这里讲说来进来就是神,意思就是神在这个方舟当中。 因为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以这个教会是得救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我们见证过很多神迹,就是死人复活,还有生病的人得到医治。 被医生判定一定会死亡的病人,因为神的大能而被拯救医活。 因为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以在这个教会中有救恩也让这个教会变得美好。 因为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以这个教会也充满神的奇迹。 你可以想想想,在当时的方舟当中,为什么狮子不会去吃这个猪? 为什么猫不会去抓这个老鼠? 因为神在当中,因为神在当中,那每一件事情变得美好。 神和这些解禁不解禁的动物都可以在当中和睦相处。 今天神也是把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这些解禁或者不解禁的人。 刚来教会之前,我们都是不解禁,但是因为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都是解禁的。 但是尽管信耶稣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有我们的软弱,然后就变成不解禁。 但主耶稣借着祂的宝血会再次解禁我们。 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的软弱跟罪,就像当时挪亚的时代。 因为挪亚相信神,与神同行。 今天我们也要做一样的事情,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也要守神的建议。 诺亚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方舟。 我们今天也要完全按照神的建议来建造神的教会。 诺亚在当时的世代传扬神的道,要说末世,洪水会来毁灭这个世界。 现今我们要做一样的事情。 主耶稣会再临,毁灭这个世界不是用洪水,而是用牛黄火。 没有人相信我们,没关系,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我们如今也要做一样的事情,我们要传扬神的福音,不管别人听或是不听。 有些人进入教会,但是最后又离开。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我们要像挪亚一家人一样,要守在方舟当中,不管当时的环境有多么的嘈杂或者是难受。 我看到说明 aviusher节是数字昕的, 希望你次负呢。 はい! 不十分过来的这个缓冻 Spirit, 你还是要不要乱, 我要不要攻劫。 我将 Gina. discord意解采现在呢。